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Sketch界面的简介 然后介绍一下它的工具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用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Sketch,还是说有用过相似软件 比如说Photoshop或者是Illustrator那些使用经验 那如果你有Adobe设计软件的使用经验的话 我觉得Sketch是非常非常好上手的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打开Sketch吧 然后Sketch有两个版本,它一个是黄钻石 黄钻石的话它是一个就是默认的一个正版 然后它有一个蓝色的钻石叫Beta版 那Sketch的话它没有办法从第一版本打开高版本 如果你用Beta版本就是打开过文件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拿黄色的D版本打开的 所以建议大家先就是用黄色的就是标准版本 而不要去用Beta版,Beta版是比黄色版本更先进的一个版本 它会有更多的feature,但是如果其他人用的不是跟你一个比较先release的版本的话 就会容易有文件没办法打开的现象 那我们这边先把Sketch3打开 好,这边是一个loading screen 那这个就跟Photoshop都比一样 就是基本上你打开之前它都有这样一个loading screen 那如果它这边就是有告诉你简介啊 然后有手册啊,然后有联系方式啊 然后social也有这里 然后templates就是告诉你你是用iOS的还是icon啊 还是web啊之类的 那我们就,你也可以check什么是新的 新的那些feature 那我们现在就打开这个页面 好,那这个页面看起来就非常的Mac 然后非常非常干净 嗯,没什么特别的 然后左边这边是一个insert加上一个页面 我不知道大家用的是中文版的还是英文版的 我这边就是靠我自己的能力翻译啊 上面一条是工具栏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简洁 东西没有特别复杂 这边的镜面就是我之前说的要花五块钱买的 然后啊,这边就是一些信息功能栏 那我们现在先开始 我们现在这个是第一个默认的页面 然后中间就是白的一个画板 我们先来插入 插入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这里分四种类别 第一种是钢笔的 那这个就是跟illustrator一样 你可以画这个曲线啊什么的 对吧 然后我们先这个先删掉 不管 我们今天看一下pencil就是画笔 然后你可以画不规则曲线 shape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先画一个长方形看一下 那这个长方形 大家我来zoom in看一下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右边有比较细节的一些竖直 然后这个是feel就是填充色 这个是边框色 然后你可以调节边框的粗细 然后也可以调节它的透明度 都可以 这个是一起调节的 然后这个是只调节填充色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size这边 就是你可以把它锁住 锁住的话是同比例调整 我们假设是R200 就变得小一些 那如果我要做正方形的话 我假设200乘以200 那我要做一个等边正方形的话 这个是叫等边吗 正方形的话 你如果锁住以后 你可以就是同样调节的一个scale 非常容易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图层的话 它已经告诉你这是一个长方形1 那我们可以command c command v 就是一样的 正方形2 或者你可以调节 把这个锁解锁以后 你可以再画长方形 我们可以换一个颜色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两个图层 左边一个长方形 第二个长方形 它所有的正方形也会叫长方形 然后你这里选了两个一起之后呢 你可以这里有个group 就是主群 然后group之后 你就看到这里有一个文件夹 文件夹可以展开 看到这里面两个图层 你可以分别点击图层 然后移动都可以 用鼠标移动就可以 然后当你画图层的时候 你也可以排他们的顺序 上面还是下面 这个跟photoshop illustrator非常相近啊 就是图层的一个结构 然后这边有个眼睛的icon 就是可以 隐身 看不见关掉 或者当你不想选择 你只想编辑左边的时候 你可以把右边的关掉 这样不受干扰 然后基本上group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 然后你也可以ungroup ungroup的话就回到原来的图层 就没有文件夹了 这个我觉得如果你是 奥多比资深用户的话 这个不是任何的问题 这边我们可以有union substract intersect difference 这里四个组合排列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切割 然后交集 就是中间两个交集 difference 就是中间那块挖掉的 union 就是把这两块并成一块 对 所以这四个的话 是跟illustrator里的path 是一样的功能 所以这个在你画shape 或者是图形 或者是icon什么的时候 非常有用 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除了颜色的数值以外 你还可以加阴影 然后它的默认阴影 就是这些数值 然后你还可以加inner 然后还可以加 background blur goth and blur 这个就是goth and blur 就是photoshop里的 那个高丝模糊 然后你可以调整 然后这里有一个 什么样的很好的功能呢 就是大家看右边有个flip 就是翻转功能 左边是一个角度的rotate 旋转功能 假如我想转30度 你还是可以转正负的都可以 那这个flip好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玩对称 翻转 这个是inDesign里面 比较上下翻转 和左右轴对称翻转 这个在设计时候 也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view view的话 我刚刚点的是show pixel 那当你zoom in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网格 你可以看到你的边 是不是在网格 落在网格正中间 所以这个是完美像素制作的时候 你要看那个网格 尺 show rulers 就是展示这个尺 那你尺的话 你还可以像photoshop一样 拉那个网格 然后看对齐之类的 这个grade也是非常清楚的 然后 还有一个view就是show grade show grade的话就是 跟illustrator一样 也是有网格 那你在画画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刚刚我在左边的时候 并没有对到整数 那我这样的话可以移动 或者是调整到pixel perfect 这个show layout的话 我觉得做网站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是 这里是12个column 12个柱条形的话 你就可以在排版 或者是画图的时候 看到这个对齐的layout 所以你这个layout是可以调整的 比如说你是 做网站的时候 是960 然后12column 你也可以做1314 也有人做16 对不对 中间还有column的 每一个column的宽度 你都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还是很有用 这个是做网站特别有用的 给大家指导一下 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关了 然后如果是重叠的话 这里有一个往前移和往后移 因为我这里只有两个图层嘛 所以它就是往前移和往后移 当你有多个图层的时候 这里有按键可以往前和往后移 所以还是非常便捷的 所以基本上总的来说 左边就是一个工具栏 加上图层的结构 中间是一个canvas 右边是你每一个元素的一些 细节数据 包括你要做特效的一些数据 都在这里 所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三个column的一个设计软件 然后shape以外 有圆的方的带角的五角星 这些在illustrator里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些五角星都是可以调数值的 然后radius也可以调 然后其他的图形都有 反正这些数值都在右边可以调的 你三角星五角星 多边形都可以 然后text就是文字 然后image就是图片 arboard我们在后面几节课会讲 slides是切割 在导出的时候 这些图层非常有用 symbol的话是图标 styletext的话就是 当你做网页的时候 它可以把你的文字css化 就是这两个是非常 所谓比较快捷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看到工智栏非常的短 跟奥多比的是没有办法比 但是即便在非常有限的工智栏里面 你还是可以依然做出非常精致的图形 和icon的设计图标 或者是界面的设计 那今天这节课 我觉得大家可以利用这些基本的图层 然后做一个poster也可以 做一个typography的练习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就不非常硬性的规定 大家做什么 但是大家可以这样练习一下 调整颜色 或者是调颜色 调边框 利用这些shadow 来看一下大家图形的组合和文字 这个还是不错的 好了 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拜拜 拜拜